加拿大方面的有关言论 完全是颜导黑白 混淆是非 中方已经多次 这次表明严正立场 我想强调的是 联合额安理会 从未授权 任何国家 以监控违反 决议活动为由 在他国管辖海空 领域 部署军力 开展建设活动 加方声称 加拿大军机 执行联合国任务 纯属借口 对任何 以执行联合国决议为名 危害中国国家安全 和主权的行为 中方都坚决反对 一个基本事实是 是加拿大军机 不远万里 飞到中国附近空域 对中方迷进侦查 并挑衅 而不是 中国军机 飞到加拿大附近空域 谁在威胁挑衅 谁在正当防卫 一目两人 中国军队采取的 处置措施 有利 有利 安全 专业 无可挑剔 我们再次 敦促加方 尊重客观事实 停止散布 虚假信息 停止搞 麦克风外交 多做 有利于 推动中家关系 微乎正常发展 是 不然 不然 谢谢